在俄罗斯心中 杜马是做操弄了世界的 巨银行政 美英法联手发动叶袭后 莫斯科政府对西方三大国 攻击叙利亚利基点薄弱的痛斥铺天盖底而来 外长拉夫罗夫在BBC专访中 直指杜马镇化湖攻击是作戏 俄罗斯驻进化湖组织大使舒尔基 在海牙总部召开记者会 补充说明 这群杜马镇演员背后的唆使者 正是美英法三国之一 莫斯科一口咬地 英国情报单位 向叙利亚著名的反政府N 去欧组织白头盔 施压上点这处有预谋的 表情戏码 后地是要误导国际社会 出手干预叙利亚内战 就这么巧 俄罗斯官方媒体 今日俄罗斯旗下通讯社 18号公布独家访问 声称找到一名 遭白头盔 胁迫晃称遭话物攻击的 杜马镇11岁 小男孩 俄罗斯马尔 英国《金融时报》说 普丁由非守住叙利亚不可的三大理由 一 维护两国自苏联时代起保持至今的经济合作 二 铲除叙利亚当地基金势力 保住阿萨德这个盟友政权 三 趁美国不愿再过度干预国际事务的此际 恢复莫斯科在中东的影响力 且普丁尤其想避免长久以来 他视为全球不稳定根源的政权更迭 挑战了美国的业务 和一种语言从前世纪 Russia继续跟了美国的领导 这带给了美国的法律使用力在 Libya 当时的领导 这继续向下降伤了Qaddafi 但倘若俄羅斯繼續為叙利亞撐腰 美國又該如何應對 川普在與安倍的聯合記者會上 斬釘截鐵向美國媒體保證 俄羅斯終將受到制裁 但事實上 他與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莉 在此事上的分歧 不久前才付出台面 你會看到俄羅斯的制裁 會下降 聖副尼聰會在明星期內 如果他已經沒有 他們會向任何類型的公司 與安倍的技術和技術使用 海莉在媒體上的這番預告 隨其遭白宮否認 剛新冠上任的白宮經濟部門顧德駱 更是用超前一詞 直指海莉發言的道 英國獨立報報道 川普不但親自通知俄羅斯駐美使館官員 他無意對俄 啟動新一輪制裁 聲討波斯科 克里姆林宮更透露 川普以致電普丁 親自邀請他訪美 且可能成行 去俄空襲後 美俄一度看似對立 如今的轉折 無疑令外界 勿力暗化 賣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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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